这个同学一直就是开起来之后 他会跟你问说你的open你的SDK在哪 你先按取消掉 然后记得再进到里面 记得就改哪里 我刚刚一直强调这个地方 Android的那个SDK 那他也可能会找到的是 系统内建的那一个 所以你要改成我们解压缩之后的 那个目录底下会有个什么呢 Android SDK的window 那个目录 按确定按套用之后 要能够看到这底下这三个SDK 这样才算是正确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 你的那个Java的版本 因为这个是32的 所以记得Java也要灌32 如果你已经灌64也不行 所以刚刚有同学也是这样的问题 那再来其实这样应该run 再来就模拟器把它run起来 我想应该就可以ready了 就是赶快进入那个战斗位置了 就是不要再 那回去有时间的话 你在你的电脑里面再run一下看看 反正这个环境的优点是可惜的 也就是说你到任何环境下面 只要有JDK 就可以马上开发了 所以这个环境其实还蛮OK 就是说你只要这个环境 带在随身碟里面 只要call过去就setup完成了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 如果跟那个Visual Studio比起来的话 这个比Visual Studio好多 Visual Studio要灌很久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想 各位要把它多多练 那当然你用你原来环境 跟用这个环境 基本上有一点点小差别 不过我想大致上的概念都是一样的 OK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版本的管理 请各位看一下 我要做出来类似像这样 就是说本来叫Hello World 那其实因为在Eclipse里面 它比较缺乏像Visual Studio里面 那个版本管理的概念 就是说呢 可能你要做版本管理在这里 比较麻烦 那我的习惯是这样 如果说我做了一个 我要再改成另外一个的话 我的习惯很简单 就是把它右键复制一下 然后呢在原来位置贴上 它会重新帮你贴上一个专案 而且是一模一样的 那你只要怎么样 改一个名称就好了 比如说我一个是Booling 一个是Count 那我就可以什么 刮符B 刮符Count 这样子的话呢 就会有第二个 那这个Count 版本我希望做出来类似像这样 这些给各位看一下 因为这个部分 跟各位之前学那个Java 其实是相关联的 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所以如果你之前Java有学过的话 应该大概脑海里面就要想到 你先建一个变数 然后呢那个变数就是一个Booling 这个Booling的话呢 当怎么样 当按下按钮的时候要去改变它 本来预设只是True好了 那我当我按下按钮之后把它改成False 然后呢再按下按钮的话 再改成True 也就可以这样子一直循环 这样子的话呢 我就可以怎么样 去比如说我这个地方执行起来之后 这个 那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RUN起来 那里面的话 有几个地方我更改了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呢 如果你要按下它之后的话 这边我多了一个什么 Booling 然后预设值我给它True好了 如果是True的话呢 它第一次会怎么样 会去执行什么 执行这一行 那你再来就怎么样 再去改变它为False 对不对 所以呢 它改变为False之后的话 下一次它会跳到这里 所以下一次的话 下面会变成请按按钮 再来怎么样 你再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True 它就会怎么样 不断的在 在这个之间怎么样 去跳动 所以这边的话 等于True OK 这样的话呢 我们在执行它的时候 将来下一次就是 按一下 再下一次就请按钮 再下一次就您按钮 就是这两个 做一个切换 那切换 看一下 我把它执行一下 可以看一下 把它Save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可以完成 我们要的需求 就是说 功能上面一个按钮 可以有好多种切换的效果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我将来希望呢 按下去 它会跳出 您按下一次 比如说一次按钮 两次按钮 三次的话 怎么做 这边的话 你看按第一次 您按下 再按一下 它又请按钮 再按一下 有没有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你会发现 它可以一直不断的循环 OK 所以如果说 你将来要希望 这个按钮可以循环的话 其实只要多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Pooling 就搞定了 OK 等于True TrueFalse去切换就对 就跟开关一样嘛 开来开去 关来开关开关 因为Pooling 不就是True 不就是False 第一个 第二个是说 如果你要希望 能够看到是次数的话 这个地方的话 那刚刚是 两个在切嘛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可以看到的是 按下一次 按下两次 按下三次的话 那这个部分的话 该怎么做 这个部分我想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那这个地方我按下去 一次 两次 所以你一直按一按 它就会增加次数 这地方可以增加次数 那非常简单 就是加一个Count 然后Count可以怎么 一直不断在增加就OK了 所以这里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第一个 版本的控制 所以这边的话 请各位自己在 复制贴上一个版本 再来修改 第二个是 这个 这个Pooling的部分的练习 一个Count 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